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10月5日星期六 距離大選日僅剩30天 川普再次返回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舉行競選集會 標誌著進入大選的衝刺階段 與7月份發生槍擊案的那次集會不同 這次集會有了JD萬斯和一樓馬斯克的加入 氣氛莊嚴又充滿歡慶 最新的數據顯示 川普很可能在賓州掀起紅色浪潮 兩個半月前的星期六 即7月13日 川普在巴特勒舉行集會 險些被槍手奪走了他的生命 在10月5日的集會上 川普向支持者表示 我永遠不會屈服 及時面對死亡 整個集會充滿莊嚴而歡慶的氣氛 在川普演講前 他的競選搭檔JD萬斯發言說 我們不能被嚇到 我們不能被阻止 對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卡馬拉·哈里斯 和其他政治對手稱 川普對民主是最大威脅 萬斯對支持者說 川普替民主挨子彈 他們有做了什麼? 這句話成為當天的經典劇 現場6萬多名觀眾一片歡呼 萬斯還表示 他相信上帝拯救了川普總統 美國需要川普帶領再次走向繁榮 萬斯的演講情爭一切 具體內容請大家參考我們的中文字幕節目 在集會期間 川普會見了因擋子彈而犧牲的前消防隊長 科里·康普拉托雷的家屬 並在集會上向第一批救援人員致敬 7月13日 川普在集會上遭20歲槍手 托馬斯·科魯克斯開槍射擊 誘兒被子彈划過 川普在特勤局人員的包圍中站起身來 臉上滿是鮮血 舉起拳頭大喊 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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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的集會被迫中斷 槍擊案造成了50歲的退休消防員 康普拉托雷死亡 57歲的大衛·達奇 和74歲的詹姆斯·科彭哈夫受重傷 槍手隨後被特勤局狙擊手擊斃 槍擊事件發生後 川普民調飆升 拜登被迫在一週後退出競選 並支持民主黨副總統卡馬拉·哈里斯 川普在演講中說 這個邪惡的怪物 在不遠處從它的藏身處釋放出純染的邪惡時 時間停止了 但天意和神的恩典讓這個壞蛋無法得逞 同時 川普向被殺害的消防員和另外兩名受傷者致疫 並與現場民眾一起摩哀 現場還響起四次終神 每一聲都代表一名受害者 包括川普本人 一位歌劇演員現場演唱了聖母送 川普說 槍手他並未阻止我們的運動 他並沒有擊潰我們的精神 現場觀眾身穿支持川普的服裝 並高呼川普的口號 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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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演講中 川普介紹了全球首富伊羅·馬斯克上台 這是馬斯克第一次公開與川普同台 首次發表政治演講 上台後 53歲的馬斯克戴著黑色的MAGA棒球帽 興奮的像個小孩 在舞台上高高跳起 與觀眾互動 全場歡聲雷動 馬斯克的演講猶如他本人 歡樂 俏皮 但語重心長 他說 自己是一個骨灰級的MAGA 並強調說 對一個人性格的真正考驗 是他在槍擊下的表現 他嘲諷拜登說 我們有一位總統沒辦法爬樓梯 但有另一位總統 他在重擔後仍揮舞著拳頭 那麼 你希望誰來代表美國 馬斯克形容川普是唯一維護美國民主的候選人 他警告說 如果川普沒有獲勝 這將是最後一次選舉 並呼籲支持者學做害蟲 不要怕打擾別人 出去投票 鼓勵他人投票 他最後說 戰鬥戰鬥戰鬥 投票投票投票 具體內容 請大家參考我們的中文字幕節目 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馬斯克與川普互動不斷 9月30日 川普在喬治亞州視察颶風造成的災情時 曾經打電話給馬斯克能否提供星鏈服務 據說 僅僅45分鐘後 馬斯克就部署了300套免費星鏈設備 在發網災區的途中 行動力之快 讓川普感到驚訝 對於兩人同台演講 網友評論說 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政治領袖與科技領袖 首次通過MAGA實現歷史性的聯手 將實現美國優先和復興的偉大夢想 這是神的安排 此外 馬斯克在X上的粉絲 在10月4日增至2億 成為全球粉絲最多影響力巨大的推特賬戶 網友評論說 世界可以沒有歌星泰勒斯威夫特 但不能沒有馬斯克 他收購了X 真正捍衛了言論自由 馬斯克也正在以他的獨特影響力不斷發推 強調常識和事實 傳播真相 喚醒人心 現在 特勤局加強了對川普的保護 他們在舞台上安裝了防彈玻璃 特勤局狙擊手分散在附近建築物的頂部 州和地方執法官員也分散在集會各處 川普表示 他的使命是拯救美國與腐敗和失敗的政治體制 將為全體美國人開啟一個繁榮的新時代 他說 我永遠不會放棄 永遠不會屈服 永遠不會屈服 即使面對死亡 過去8年裡 那些想要阻止我們實現這個未來的人 誹謗我 彈劾我 起訴我 試圖將我排除在選舉之外 甚至 誰知道呢 可能還試圖殺死我 川普的演講經常會出現出人意料的話語 星期六的集會也不例外 他指著這張著名的曾拯救過他生命的圖表 說出了一句俏皮話 川普指著圖表說 正如我所說的 這次在場的觀眾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當時 川普正因為稍微轉身 側頭觀看非法移民統計圖片 子彈呼嘯而過 緊緊擦傷了他的耳朵 這張圖片成為了川普的救命恩人 川普將至此得救 歸功了上帝 在當天的集會上 除了JD萬斯、馬斯克之外 川普的兒子阿里克和妻子劳拉 當地競選官員等人都發表了演講 李·格林伍德還在舞台上演唱了他的招牌歌曲 《上帝保佑美國》 這首歌已經成為川普競選活動的主打歌 藝術家斯科特·拉巴多也登台 完成了消防員恐佩拉托雷的愛國主義繪畫 一名跳傘員滑翔進入集會現場 揮舞著美國國旗 據福克斯新聞報導 當天的集會6萬多人參加 遠遠超過了該政的人口約13,500人 顯示了民眾對川普的支持 來自俄亥俄州布法羅市的21歲年輕人 李夫·賈格爾 表示 前來巴特勒是為了紀念一位勇敢的人 他說:「我認為這很勇敢 川普他來到這裡 沒有躲藏 這確實向人們展示了他的力量 如果有人遭到槍擊 他們就會躲開 但川普他沒有逃跑 而是保持鎮定 向我們表明他沒事。」 現在 距離11月5日大選日不到30天 川普在巴特勒的集會 標誌了大選進入最後的衝刺階段 10月5日 一名川普競選團隊的代表 告訴《紐約郵報》 預計在11月5日之前的一個月裡 川普幾乎每天都在路上 參加集會 小型演講 採訪和零售停留 這名代表還說 78歲的川普特別關注 亞利桑那州、內華達州、威斯康辛州、 密歇根州、賓夕法尼亞州、佐治亞州 和北凱羅來納州這7個關鍵搖擺州 舉行集會和發表演講 他還預計出席佛羅里達、紐約和新澤西的活動 他不僅在那裡擁有房產 而且正在努力翻轉紐約和新澤西 消息人士說 還將有由選民主導的 市政廳會議和零售站 川普將直接與選民對話 對於推動選民參與投票特別有好處 消息人士還說 川普與選民交談的片段 例如 他訪問紐約市一家雜貨店 和喬治亞州一家弗萊基餐廳的片段 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 以至於競選團隊認為 這是推動參與度和贏得媒體的好方法 川普還將繼續接受有限和廣播節目 當地媒體和一些另類媒體的採訪 比如播客 相比之下 59歲的卡馬拉·哈里斯 也在爭取最後的機會 在搖擺州舉行競選活動 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將為他拉票 賓夕法尼亞州是贏得今年大選的關鍵戰場州 川普於2016年贏得了賓夕法尼亞州 但在2020年以大約8000票的差距輸掉了該州 對於川普團隊來說 好消息是 在今年的大選中 川普在賓州的競選活動實現了突破 他的表現遠遠超過了2020年和2016年 有可能在賓州掀起紅色浪潮 據《華盛頓時報》報導 在過去四年 民主黨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選票不斷減少 為共和黨重新奪回最大搖擺州的前景 帶來了希望 數據顯示 自2020年以來 已有近30萬名登記民主黨人退出選民名單 而共和黨在該州獲得了約5萬名新登記選民 賓州的盧澤恩縣是拜登的家鄉 民主黨在2020年的選舉中 擁有2萬名登記選民的優勢 川普贏得了該縣 但截至今年9月底 共和黨登記選民反超民主黨輸百票 10月4日 盧澤恩縣共和黨主席吉恩奇姆巴說 我們讓全縣都變成了紅色 因此 我們不僅會獲勝 而且會大勝 登記人數的變化幾乎全部在民主黨方面 2020年 盧澤恩縣有大約10萬6千名民主黨選民 在9月23日的最新統計中 民主黨選民人數約為8萬6千人 共和黨登記人數從8萬6千人增加到8萬7千人 獨立選民和其他第三方選民人數基本保持不變 全州範圍內 民主黨的選民人數從約420萬下滑至390萬 共和黨的選民人數增加了約5萬 達到近360萬 這一變化可能預示著賓州 將在今年大選中發生變化 據賓夕法尼亞州市政廳報告顯示 2020年 拜登以不到8萬1千票的優勢贏得了該州 自那以後 民主黨已經失去了29萬5182名登記選民 這意味著 卡馬拉哈里斯在該州的得票率 必須遠遠超過拜登 而事實上 在拜登退出競選後 民主黨嚴重依賴熱情來贏得選舉 但是 這種熱情現在已經大大減弱 報告說 隨著越來越多的選民轉而支持共和黨 一股顯著的紅色浪潮即將席捲歷史上的藍色州 賓夕法尼亞州 數據還顯示 獨立人數的選民人數增長在賓州最為顯著 新增選民約9.5萬 超過140萬 民主黨人希望 這些獨立人士中的大部分 都是厭倦了川普和共和黨人 但專家們認為 獨立人士的增加 反映了選民正在拋棄民主黨 穆倫堡學院輿論研究所所長克里斯·伯里克說 賓夕法尼亞州包括一些關鍵州的共和黨選民 登記人數增加 對共和黨來說 當然是個好消息 因為賓夕法尼亞州 可能是本輪選舉中最為關鍵的州 民主黨在登記選民中的優勢較小 這確實減輕了共和黨在該州 爭取基本選民支持的壓力 共和黨人將賓夕法尼亞州 登記選民數量的變化 歸因於川普在經濟、移民和貿易方面 所激發的民粹主義言論 以及在包括跨性別問題在內的文化方面 對民主黨的排斥 不過 民主黨人表示 他們不會對這些數字進行過多的解讀 巴克斯縣是費城周邊人口最多的領縣之一 該縣前民主黨主席約翰·科迪斯科 表示 公信階層選民可能只是在改變他們的登記方式 以適應他們在2016年和2020年 支持川普時的投票方式 對此 共和黨戰略師查理·傑羅表示 如果民主黨人不認為共和黨登記人數的提高 是一個問題 那麼他們就錯了 他借用保守派偶像傑克·肯普的一句話說道 這就像是吃一個快樂的麵包上的英譽三明治 查理·傑羅說 不可能僅僅因為曾經登記為民主黨人 但現在卻投票給共和黨的 白人工薪階層選民的重新調整 而否定選民登記的變化 他說 現在有一批新選民和年輕選民加入 共和黨的登記選民數量遠多於民主黨 這歸功於共和黨人開展的地面行動 他們通過敲門動員選民登記投票 保守派評論人士說 拜登哈里斯政府帶來的經濟困難 加上保守派活動人士的辛勤工作 使得賓夕法尼亞州的大多數縣都轉向了共和黨 在過去四年 這個關鍵州已經明顯向右翼靠攏 從星期六川普重返巴特勒的集會來看 這或許遇事 紅色浪潮可能在賓州掀起 這種變化同樣也反映在其他搖擺州 這對全國共和黨來說是個好消息 在亞利桑那州 北卡羅來納州和內華達州等搖擺州 共和黨的登記人數增長速度快於民主黨 這些州的選民都是按黨派登記的 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和喬治亞州等其他搖擺州 則不需要黨派登記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